加油 新疆炒排骨 新疆炒鸡蛋 又是辣椒啊 我又是辣椒啊 我看了看麻辣 你们这一个个的 也不脸红了吗 也不能这么深吗 我的排档怎么伤到心态 要去那么帮我拔回什么 好好走走走走 拿那个豆腐跟高齿毛衣 下午一跳 欢迎餐饭 今天我们吃爆炒辣翘嘴 这翘嘴不是应该新鲜的吃吗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种辣翘嘴呢 就是因为你没吃过 所以才叫新菜吧 反正等会弄好吃了就行 那我今天要吃10万饭 那先把你火烧好了再说 完美 嘿 你咋这么粗鲁啊 点都不讲中 我还是有强迫症吧 我还是有强迫症吧 这一段啊 我 compile 大块坡贵 下雪了 真的吗 真的啊 你看 诶 还做了做饭呢 这这这这 你给他抱一下 下路蒜子生 酱酱酱 酱辣椒 加入豆豉酱 鱼给它爆香 给它爆酥 翻炒一下 给它焖出入味 加入红椒 生抽豪鱼盐头味 撒上大蒜叶 伯伯 我来尝一下 来来来 哎呦 说说说 别吃了 别吃了 真的 等着我呀 这鱼子就不出味 咬起来 你吃了很高水的 干嘛 你知道它怎么这么好吃 很热的火候 这只吃饭的时候 还有其他的吃法 真的是更好吃一些 你都没得给你抢呢 你都没得给你抢呢 出发 上次上去那精神拿来个熊猛虎的 进里拿来 给我干 我打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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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你干 他摸游戏 焦了 不行啊 今天这道菜的好评度啊 可以说不差于湖南的扣肉 梅干菜烧肉 教科书士的教学 香味非常浓郁 肥而不腻 选料就是一块五花肉 近距来看一下啊 一定要是这种五花三层的胸口肉 它这种肉呢 肥瘦相贱 吃起来绝对不会腻口 然后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搭配 就是这个梅干菜了 所谓梅干菜啊 都是需要三喜三清 三蒸三菜 好吃确实是好吃 但是制作起来啊 确实也非常的繁琐复杂 接下来咱们处理一下五花肉 一般新鲜猪肉买回家 猪皮上面都会残留一些毛饭跟皮线 非常恼火 今天我就分享一个 在家就能简单处理的方法 完全不需要火箭跟碰箭 在家一口锅就行了 首先呢 把铁锅烧干烧透 然后把五花肉皮朝下贴至锅里 慢慢的摩擦 整个过程大概持续40秒左右 目的一是去除它表面多余的毛发 目的二是为了去除它的汗线 去除异味 然后用温水浸泡一分钟 就非常容易把它刮掉 这个刮掉的部分呢 全部都是它腥臭味的来源 洗净后给它改造成麻将样的大小 这样吃起来会有肉感一些 五花肉下锅也是不需要油 烧干后直接干炒 中小火给它慢慢的煸炒出里面的油脂 看一下就这种八面金黄的样子 多算的注意啊 咱们全部盛出来 用于家里炒个青菜开开摊什么的 下入一点这个大料干辣椒 几盒冰糖一点生抽老抽 再加一碗烧开的水 没过这个肉 烧开后倒入高压锅 上去十分钟 好了时间到了以后呢 把它装进这个砂锅 用中火把多余的汤汁收干 这个则再加入姜蒜末 梅干菜 因为这个是调制好的 所以盐就不需要再加了 入锅小火给它炒至 直到汤汁完全浓郁 最后撒上冲发点碎一下就可以了 就这样轻轻一夹 非常容易夹断 哇入口即化香味浓郁 真的一点都不油腻 在家里啊只要你一比一还原就可以了 绝对好吃绝对香喷喷的 想要通管香喷喷的朋友去我主要找看看 家常小炒嘞 大猫 你们请就要炒鸡蛋 十五 不加蛋多少钱 不加蛋我怎么炒啊 你故意找茬的是吧 哎呀那你别玩 给你十块吧 那不加辣椒嘞 你就是来找茬的 走走走走 我吃不了太辣 哼 吃了 行行行 食材我带了 你先炒 没钱还在这充大够 哈哈哈哈 快进到鬼了吧 哎呀大老远就等到鲜味了 放到那里自己装啊 怎么放到那里 哎呀还一个鸡了 哈哈哈哈 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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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叫鸡 尖叫鸭 尖叫排骨 怎么又吃那么多辣椒 鸡呢 鸭呢 排骨呢 在这儿呢 鸡在这儿呢 鸡在这儿呢 欢迎上饭 今天我们吃尖椒鸡 坐坐坐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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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鸡哪来的呀 你滚那么多干啥 有的吃不就行 大王 这鸡到底哪来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在我家菜员 就把菜给吃了 我就把他摘了 哪里 师傅 这鸡好贵呀 怎么回事 不会想的 你选择怎么那么越想 这鸡这么小 那辣椒那么多炒出来能好吃吗 你先别急眼嘛 我肯定让这鸡物超所值的 鸽蛋 你在这笑什么 还有你 洗个辣椒 磨磨叽叽的 绣花呢 这么瘦 哪会找到那里 师傅 配料切好了 准备开车 先把鸡下锅煸一下 我今天要多吃两碗米饭 必须满足你 炒成这种糊糊的样子就黑了 把配料下进去 好香啊 最后倒入辣椒 烤半天了还没炒好 马上就好了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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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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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 你们这子弹的辣椒 吃饭吃辣椒啊 都多给我 先说的 吃鸡头 来大忙辛苦了 吃个鸡头 这什么玩意儿 走吧 鸡头骨脑的 对 谢谢师傅 你不说的话一定说对的 这个肯定好吃 这年轻人 我操 来来来师傅多吃点了 过来是吧 你一蛋什么就吃什么 不然一上午 走来 有点 有点 多吃一盆 多吃点 多吃点